第二种求菩提愿 为自求佛苦 我们今天求菩提愿 就是求往生愿 往生就正菩提 往生就成佛苦 这个是在现前社会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贫富贵贱 闲语不消 人人都有份 因为求往生愿 条件很简单 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 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 这就是圆满的菩提心 法菩提心 真正肯念这一句佛号 知道这一句佛号 无量功德之所成就 念这一句佛号 诚心诚意 诚心诚意去念 这一句佛号就 我拒出一切功德 哪一个人不想断物修善 积功雷德 断大物修大善 集大功雷大德 什么方法最好 念阿弥陀佛最好 很多人不知道啊 用清净心 真诚心 慈悲心 念这句佛号 就是灭大悟 就是灭大悟 修大德 集大功雷 像经上所说的 无量无边的功德了 积功雷德 第二呢 利要踏运 为救度一切众生 你要知道 进度这么殊胜 性愿持 持明 有这么多的好处 你能把这个东西 介绍给别人 他接受了 你就读了他 这个法门 男性之法 从哪里入门呢 从金教入门 金教里头 最殊胜 最方便 最究竟的 无过于 无量寿景 无量寿景 是极乐世界的 说明书啊 极乐世界 最好的 一步 导览 引导你去观光旅游 你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很想去 如果 经看不通 看住即 听 讲即 有耐心的听 一遍一遍的听 听上个十遍八遍 自然就通了 离世通达 你的信心建立了 运行建立了 那个佛号就灵了 相应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